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木圍欄 早前兩年前街坊大家一起找同一個建築 舊那個已經用了很久,終於斷了 大家一起找同一個,價錢便宜一點 它的做法就是 新的木直接開一個新的洞 舊那個就在中間,不斷起 所以隱約看,是看到舊的石頭 這個做法就是節省工夫 不用拔起舊的芯 現在很多人在上高頂上不再做一段 叫Piracy Letter 很多人都用了這個款式 用6吋乘6吋的木 我問街坊是多少錢? 他說40元一呎 總之 這段圍欄量多長 例如60呎 就是60x40元 還未計過開門的部分 即是如果有入口要開門,那裏是另計的 大家可以用心理去考量自己那裏 如果要做多少錢 如果要挖一條芯酒 那裏的石市又會比較貴 有網友說過 37元一呎 也聽過 不知道當時是用多粗的木 6吋乘6吋 基本上是必要的 這個圍欄做了兩年 就像不一樣 他們想不控制 就好像不吋 先走不開 那邊很遠 不擊